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把握假日 下午來到新北屏東同鄉會活動 為了要搶公票員 不過其實立委選舉同樣需要操心 因為屏東縣立委第二選站 現在選區這邊已經呈現範率分裂 一起來看 前階段的我們執政到這個階段執政 我都跟他有共識的機會 我覺得是難得的緣分 那我也真的非常的感謝他 總統蔡英文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新北屏東同鄉會活動難得同框 台上更您一句火一句丟接球 都是要幫他熱場 謝謝賴副總統 利於我們屏東同鄉會 賴清德大進場蘇貞昌一路陪同 一旁還有屏東縣長周春蜜 競選總幹事潘孟安 以及立委參選人們氣勢高傲 屏東鄉心的母縣 民進黨的提名兩個非常優秀的選舉 一個是要進展別人的中間 在屏東北 在屏東南我們提名了許木居 進展大家 能夠支持他們兩位 特別提到平南立委選舉 尤其是第二選區 讓賴清德一個頭兩個大 原本提名新系的屏東縣黨部主委 許展維 沒想到涉入不法退選後 又改推徐富貴投入戰局 但同時四連八的立委 武黨籍蘇正清派出蘇孟淳代付出征 眼看范綠陷入互打局面 國民黨蘇清泉更有意拉攏 與蘇家族在地聯盟 一舉收復平南的立委師徒 讓基層相當憂心 東東的高雄不可以漏氣 所以屏東縣不管是第一選區 第二選區都要團結一致 力求國會過半 任長怎麼看平南立委提名 陷入分裂你會出手幫忙嗎 藍白討論在野整合大忌 民進黨更沒有分裂本錢 選戰倒數賴清德把握假日 從臺灣頭到臺灣尾當起稱職的領頭羊 衝高選起 記者威林燕如一進前訪報道